第一個簡單練習就是分什麼叫純物質,什麼叫混合物 所以誰是純物質 只有一種東西的叫做純物質 食鹽水就是食鹽加水,不單是混合物 泥漿是泥土跟水的,拔在泥漿,所以就是混合物 空氣裡面就是蛋跟氧混在一起 主要物質就是蛋跟氧混在一起,所以也是混合物 所以是有這種混合物質,是純物質,所以答案就選C 答案就選C,很簡單嗎?很簡單 請問你,這裡誰是混合物? 喔 螃蟹 螃蟹 螃蟹,混合物,小吃一裝嗎?對不對很簡單 下面那個是故意欺騙社會 什麼純淨的什麼東西啊 乾淨的什麼東西啊 都是為了欺騙社會用品 這裡誰是守護物質 簡單小事情 女生不知道抽完了嗎? 8號 8號 8號沒有來 所以這邊的女生全部抽完 重來一遍 來,女生重來一遍 No.5號 1.5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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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,誰是物質 這很困難喔 乾淨的沙土,純物質很乾淨嘛 純淨的糖水很純淨嘛 蛇 你坐下 豬 你坐下,豬 液態的清就只有清嘛 所以純物質 沙土糖水都空氣 空氣 整個空氣 蛋跟氧都變成液態還是混合物啊 所以這要欺騙社會的題目 很簡單 可以嗎?可以 接下來還是問純物質混合物 但是 純物質是有一定的性質 所以有一定的溶點跟肺點 會有一定的比熱 所以問你說誰不是 誰不是啊 那個沒有一定肺點的 沒有一定溶點的不是嗎 所以呢 純物質它有一個溶點跟肺點 沒有比較混合物沒有 所以這裡C沒有一個肺點 它有混合物 所以我們剛剛就選C了 可以 可以嗎 可以 那請問你誰是混合物 這個一樣 來 帥哥 帥哥也快說完 26 26 OK請說 你在肺點嗎 現在是混合物嗎 純物質有一定的肺點 我剛剛講過了 小四 請問你誰沒有固定的溶點 你倒過來 沒有固定的溶點 什麼意思 它是混合物 你說這裡誰是混合物嗎 這裡誰是混合物的意思 剛才是直接問誰是混合物 現在是說誰沒有你一定會被你 它還是混合物 來可愛小女生 十二 豬吧 豬嗎 豬嗎 1 2 B 是吧 1 2 B 是吧 快點 1 2 我們教過B醋酸就是純醋酸 食物太元素,亞化的也是化合物 所以純物質就奶油不適 所以他就沒有所謂的固定的熔點 這就是跟各位考一個最簡單的考法 問你誰是純物質,誰是混合物 那麼純物質會有一定的性質,混合物沒有 就這樣子,OK